我国将不再要求进口自日本福岛的食品 必须进行出口前食品检验 或是得提供原产地的证书 我国外交部发表文告说 总理李显龙今天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时表示 我国对当地食品安全检测结果感到满意 两位领导人也重申了两国关系友好 菅义伟原本将在下个月初来我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 但如今对话会取消 李总理因此邀请他在冠病疫情允许的情况下造访我国